Hello,大家好,我是Kissar's Coach Mira 今天呢,还是由我给大家录一届daily lesson 鸡类雅思小作文,简单书信却上不了7分 三大原因,一分钟自查 我们都知道鸡类的小作文跟A类小作文它是不一样的 鸡类小作文其实会更简单 因为它都是让你写一封信 但是A类的话呢,它会有很多表格啊 图表啊,比如说一些什么柱状图啊 线图啊之类的,还有丙图 然后有的时候呢,还会有地图题之类的 那A类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鸡类这么简单,为什么好多同学还是上不了7分呢 甚至说有一些本来考A类能考7分的同学 反过来考鸡类的时候,反而考不了7分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嗯,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一篇小作文吧 大家可以暂停一下,看一下这篇小作文 你觉得有哪些问题,让它没有拿到7分 好,大家看完了吧 那这篇呢,题目呢是说 你上周呢在一个朋友家里 在他的那个新家过了一个周末 然后你要写一封信给这个朋友来谢谢他 并且邀请他来你的家里 嗯,那他一共给了你三个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喜欢他的新家 第二个问题是你在他的这个房子里面做了什么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你将会和他见面 好,那看一下这一篇是怎么写的啊 他说,首先我们要判断一下吧 这是一篇informal的书信,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几类的作文呢 它有三种type formal, semi-formal和informal 那因为他是写给朋友的 所以这一篇应该是个informal的书信 那informal的话呢 我们先看这个开头结尾吧 开头结尾啊,他就是Dear David 他知道他的名字的嘛 所以他直接写的是David 就是他的名 然后最后呢,他是写Best Regards 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至少的开头结尾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中间 他可能会存在什么问题呢 在具体的看他有什么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几类的小作文的评分标准吧 这个呢,是官网上的评分标准啊 然后其实小作文不管A类,G类 他基本上评分标准是一致的 只不过在这个Task Achievement这里 他会单独列出这个A类,G类 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比如,那我们看一下七分跟六分啊 七分呢,他是说 你可以Present a clear purpose with the tone Consistent and appropriat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的这个语气是非常合适的 就比如说你是写一篇informal的书信 那你的语气肯定是informal的 那怎么样才能写的informal呢? 一会儿我们可以讲哈 我们看六分 六分的话呢,他是 Present a purpose that is generally clear 跟上面是不是有一点点不同 就是这个是generally clear 上面就是clear 然后呢,最大的不同在于 他说there may be inconsistencies in tone 也就是说六分的话呢 他的语气是不合适的 是不一致不合适的 那这两个评分标准的差距呢 也就是说一旦你的语气不对 那你肯定是没有七分的 就是说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的tone 如果你的tone 比如说你informal的书信 写得非常的formal 那你绝对不可能有七 然后我们再看他这个六分 七分还有什么不一样哈 那个这个七分呢 关于这个bullet points 他说你已经clearly present and highlights 他的bullet points了 但是呢,他可能可以就是 更加深入的去extend 但是六分呢,他是说什么 他说你也highlight他的bullet points 也就是说你回答了他的问题 但是details may be irrelevant 也就是说你写的这个具体的内容 很可能跟你这个 他问你的那个问题啊 不是那么的相关 或者说不是很合适 让我们再看这个coherence and cohesion 这里哈 我们看七分 他说logically organize information and ideas 然后有一个clear progression throughout 什么意思啊 他是不是还是要讲逻辑的 就说他虽然是小作文 但是你依然要讲逻辑啊 你不会因为它是一份书信 而变得胡言乱语 是吧 那在六分的时候呢 他是说 你可以arrange这些information和ideas coherently 然后他会有一个clear overall progression 也就是说你整体上的这个逻辑 它是大致同顺的 但是他不会像七分一样 那么有逻辑的来写这个文章 后面呢 关于这个词汇和语法 那基本上其实跟大致文也是一样的啦 你要有比较多样的句型啦 你要有准确的词汇 那我们看完这个评分标准以后 我们再回过来看这一篇啊 大家觉得他的问题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要检查这个tone对不对 因为tone是基本上是影响你 有没有能不能拿七分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我们可以全篇看下来 你会发现这一篇文章 它的长句比较多 长句比较多呢 就会显得这个文章 或者说这个书信比较正式 那比如说这里啊 How are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inviting me 什么什么什么都好 and I enjoyed it very much 这里是不是用and连接两个简单句以后 变成了一个复杂 变成了一个复合句啦 那如果说你是要informal的话呢 呃 我们直接看怎么改啊 看下一个 如果说你想要informal的话呢 你得把这个and跟豆豪去掉 把它分成两句话 为什么? 你想一想 我们如果把它翻成中文 你会 你会 呃 它是什么样 它是说谢谢你啊 谢谢你 邀请我去你的 呃 新家 参加你的这个生日 party 并且呢 我很 我很enjoy 就是说你在想你跟你朋友说话 你会说 哦 谢谢你 并且我很enjoy 你不会这样说的吧 你肯定是说 哎呀 谢谢你邀请我 呃 我特别享受 对不对 就是 你 你直接就说 I enjoy it very much 你不会说 and I enjoy it very much 好呢 那看下一段哈 这一段是要回答说 你为什么喜欢你朋友的新家吧 然后你说 呃 我 我非常喜欢你的新家 因为呢 It is fantastic that you could find such a quiet place in the center city with such a vase and a beautiful garden 这个句子是不是很长啊 而且他用了一个It is fantastic that 是一个从句吧 那 还是一样的嘛 还是给它翻成中文 你会说 嗯 真是太棒了 你能够找到这么一个安静的地方 你能够找到在呃 市中心找到这么一个安静的地方 有呃 一个又大又漂亮的花园 你会 你会 就是一口气 说这么这么这么长一句话 跟你朋友这样说话吗 你肯定说 哇 你这个房子 呃 特别好 特别安静 这个地理位置又好 它还有这么大一个花园 就你 你在跟朋友说话的时候 肯定是一个一个的短句 而不会 连成一个这么长的句子 所以呢 我们可以稍微改一下 你可能就 呃 我们就给它改成两句 短句了 就说 The location is perfect 然后 你说 It is in the city But it is surrounded by a lot of nature 嗯 那我们再看下一段哈 下一段它说 下一段它的问题是 你在你朋友的房子里干了什么事 那你可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同学写的哈 他说 What's more I still couldn't believe we could have a karaoke event in your house 也就是说 他们在他的房子里唱卡拉OK嘛 他就是干这么一件事 对不对 然后 As I was worried about your neighbor's complaints Because of 什么什么什么 咱们就先不说 他这个句子 这么长 也就是说 他一段 基本上就用了一句句子 这里有两句 有一个but 怎么怎么 对 他主要写的内容是什么呀 内容是说 哎 我本来还担心你的邻居会 会 呃 complain呢 但是呢 原来你这个 房子的隔音效果这么好 那有没有回答到这个问题呀 其实大部分的篇幅 没有在回答这个问题吧 都是在讲一些 irrelevant的details 对不对 你记得吗 记得上面这个 这个 这个批分标准 他说 你虽然说 你highlight 或者你回答了 这个bullet point 但是 你的details 可能是irrelevant的 那我们给他改一下 嗯 这个what's more 肯定也不要了 对不对 你说话的时候 肯定不会说 嗯 呃 肯定不会说 呃 进一步 怎么怎么样 我们肯定就直接说了 I really enjoyed the karaoke with our friends we definitely had a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说我们在那干嘛了 我们在那唱歌啊 喝酒啊 怎么的 然后 我们要谢谢你 thanks so much for arranging this activity 然后 后 后面一段呢 其实问题不是特别大 呃 稍微改一些句式就可以了 本来他把这个if放在了后面 come to my house to join my birthday party if you are available that day 那 我们正常来讲哈 前面说 我不确定你有没有空 那后面应该是说 如果你有空的话 你就怎么怎么定 是吧 所以这个如果呢 应该放在前面 会更 连接的更好一点 嗯 我们看最后嘛 他说 I'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这个是比较正式的 一个 一个 书信里面的一个结尾 那如果你是写给朋友的话呢 你可能 要写的 可以写的 俏皮一点啊 或者说写的 开心一点 或者 你或者简单一点 你就说 hope to see you soon 好 所以这一篇文章 主要的问题 是不是有两个 一个问题是 这个tone吧 就是你的语气 他用了太多的长句了 另一个问题是 他没有 很好的去回答这个问题吧 就是他的这个小问题 这个小的这个点 他没有很好的去回答 反而写了一些 无关的内容 那就像刚刚 我们看平衡标准说的 如果你的tone 用问题的话 你是不可能有气氛的 好 那 还有一个 经常也会犯的一个错 是什么呢 就是 当你写几类小作文的时候 你可能 比较轻视他 然后呢 你写的东西呢 就不讲逻辑了 就开始有一点 不通顺 或甚至胡言乱语 我们还是看啊 这个全篇 我就不放了 嗯 他是 主要这个 问题 应该是说 你搬了家吧 然后你写封信 告诉你的朋友 然后其中一个小问题呢 是问 是让你要写说 你为什么要搬家 好 你看 看一下这个同学 本来写的 他说 I moved because of my new job as a high school teacher 我搬 我搬家 因为呢 我找到了一个新工作 因为呢 我的新工作 什么新工作呢 就是高中数学老师 as I don't plan to spend too much time in morning traffic I moved to an apartment which is only 10 minutes walk from the school 好 我们给他翻译成中文 看一看他的逻辑是什么样 他说 我搬家了 因为找了新工作 就第一句话 因为我不想花太多时间通勤 所以我搬家了 这个地方 就这个新家呢 离工作地点 只有10分钟的路程 当我们翻译成中文之后 你会发现 不通顺吧 前面说 我搬家因为找了新工作 后面说 因为 我不想花太多时间通勤 所以我搬家了 我搬家了 因为怎么 因为怎么 所以我搬家了 你会这样说话吗 你不会这样说话的吧 所以说呢 就是我们就算是写 informal的作文 当然formal的是更要强调的吧 但是你就算是写informal的作文 你也是要讲逻辑的 你也是要 一步一步的吧 至少你跟人讲话的时候 你也是因为所以 对不对 那我们给他这个中文的逻辑 稍微来 理顺一下 那我可能是因为说 因为我找了个新工作 但是呢 原来的家呢 离工作地点太远了 所以我搬到了 现在这个公寓吧 现在这个公寓呢 离公司只有十分钟的路程 这样是不是一个 才是一个正常的 说话的顺序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给他 英文也改一下 可以看一下我写的 我说我写的是 I moved because I've got a new job as a high school math teacher in Toronto as you know my old apartment in Barrie 应该是怎么评吧 我刚来对Barrie好像也不是很理解 很了解 is way too far from my new school but guess what I found a fantastic condo just a ten minute walk away from work from work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就通顺了 是一个一步一步 因为所以的这么一个过程了吧 好 那今天带大家分析了一下 几类的小作文 那如果你也有在备考 几类的小作文的话呢 你每次写完以后呢 你可以用我这个checklist 来自我检查一下 主要是检查这三大问题啊 第一个是 你检查你自己 有没有回答到题目的问题 每一个它的bullet point 它的内容 就你回答的那个内容 有没有回答到位 或者有没有过度发挥 就比如说 刚刚那个问题 他问说你做了什么 那你就直接写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做了什么动作就可以了 不要去过多的描写其他的东西 那第二步呢 就是你翻译成中文 你自己翻译以后 你看一下你的语气 是不是合适 怎么样算合适呢 这里我们有一个表啊 就是这个是formal semi-formal informal 三种type的这个书信 那针对的是 哪些人群 然后它句子的结构 以及这个书信的开头 开头结尾的特点 我们都整理在这儿了 你可以暂停看一下 比如说formal的话呢 肯定是写给不认识的人吧 那你不知道他的姓 也不知道他的名 你就只能说 Dear Madam 或者Sir 最后呢 是Yours for Faithfully Yours Faithfully 那它的内容呢 肯定会是写的比较长一点 就句子会比较长 正式一点 然后不可以缩写 其实呢 就是参照大作文了 那三位formal呢 跟formal其实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它针对的人群呢 是你认识但是不熟 或者说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知道他的姓 然后informal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 讲的比较多的那种 它一般是写给你的朋友 就是认识的人 或者很熟悉的人 知道他的名字的 就是first name 你知道的 那你最后呢 你可以直接说Dear 他的名字 然后你可以说Best Regal 或者Best Wishes 或者Cheers之类的 对吧 然后你的行文呢 可以缩写 而且要用短句 其实呢 其实就更像你的口语了 那第三点呢 你不是翻译成中文了吗 你除了去看语气 是否合适以外呢 你自己也要去理看一下 你的这个中文逻辑 是不是通顺 是不是你正常说话的 那种逻辑 因为就算是informal的书信 你也是要按逻辑来写的 你可以自己检查一下 是不是因为所以的 这么一个逻辑关系 好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儿 有一个留言小问题 留给大家 你可以通过 看完今天的视频以后呢 可以检查一下 自己的几类小作文 你觉得你存在哪些问题呢 欢迎你给我们留言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啦 拜拜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